羅家聰博士的專欄《一名驚人》 標題為《日本GDP和CPI增長率為1% 新常態》 日本已成為學術界和市場研究的新案例 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通貨緊縮惡性循環 研究人員現在正在研究一個新時代 雖然潛在的結構性變化已反映在股票和樓價上 但日元疲弱可能是在很大程度上出盡了近期投資者的興趣 由於日本抵制全球緊縮政策利率或收益率差距的 擴大自然會令貨幣貶值 並吸引課資產類別的套利交易即做空貨幣 做多風險資產 因此良好的市場表現可能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 要了解這個新時代揭示了些什麼 我們應該回歸基本面 研究經濟而非金融變量 日本央行特別關注通貨膨脹 並正確地指出 通貨膨脹的滯後性是確認趨勢的良好指標 也就是說 隨著滯後變量的改善 經濟繁榮應該得到確認 然而在總供需ASAD中 通脹上升可能是由供應或需求造成的 也可能是由供應雙方造成的 這個最有可能 但供應方驅動的通脹從來都不是一個理想的指標 以市場出稱為唯一假設 基本的供求原則可用於 繪製ASAD為字圖 並告訴我們在一定時間內 預計會出現哪一種類型的衝擊 也就是說供應總是等於需求 沒有任何不平衡 價格和數量變量都有趨勢和周期成份 但分析中只關注後者 因此必須首先通過標準的學術程序 或改變形式離虛除趨勢成份 下圖顯示了價格和數量變量的變化形式 這兩個變量通常分別用CPI和GDP來衡量 均為同比增長率 消費物價指數採用與國內生產總值相匹配的總體指數 其中食品和能源沒有被剔除 原則上 從概念上說 GDP平均指數比CPI 更能和GDP匹配 但是後者更為公眾所熟悉 也是政策目標 利用1990年後的季度數據 相關性計算顯示 CPI同比變化滞後於GDP同比變化四個季度 它的規則是非常善性的 表明價格和數量的零點附近 存在非對稱關係 事實上 通貨緊縮的危害更大 因為1%通貨緊縮 會導致超過7%的GDP萎縮 然而只要價格和數量增長顯著偏離趨勢水平 通脹就會在正常限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造出強烈反應 虛線圓圈的原點 GDP連同比增長率約為1% CPI連同比增長率為0% 一眼就看得出GDP同比和CPI同比正以1比1的模式增長 注意 GDP的網格線是雙倍間區的 過去兩年的數據清楚地表明 GDP的趨勢增長率已增至1.25% 1比1模式意味著CPI也是如此 這個表明正常的政策利率應接近2% 而長期收益率甚至會更高 本文編譯字 Japan GDP and CPI growth at 1% a new normal 袁文康在英文大紀元